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毅说那里太脏太危险 不让自己去 偏偏让自己在这里等着他 天色越来越晚 可是 陆毅依旧没有回来 惊吓望了望窗外 发现雨已经停了 既然他没有时间去查案 那他便替他去查吧 想到这里 他拿好了调查工具 便往周大人家走去 爬狗洞 周大人家早已经被官府查封 陆毅没有陪在身边 他自然不敢直接拆掉封条破门而入 本想着跳墙而入 可是偏偏周大人家的围墙却有些高 哎 惊吓他了一口气 早知道好好和师父学习轻功好了 他在周大人家四处乱逛 寻找着入口 突然间 他看见了一个狗洞 想着爬进去也不丢人吧 他安慰自己 他这是为了查案 要不然他堂堂大家闺秀 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不雅的事情呢 想到这里 他便不觉得难为情了 慢慢趴下身来 从狗洞内缓缓爬入 刚刚下过雨的草地上略有些潮湿 他的衣衫上沾上了些许的泥土 但是他却丝毫不在意 本以为这一切并不会被人发现 可是 等他爬进去后 看见路易正立在他面前 略有些嫌弃地看着他时 他的脸瞬间变红了起来 惊吓立刻起身 尴尬地整理了下一衫 略有些不悦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路易看着他尴尬的样子 笑了笑道 若是我不在这里 怎么会看见如此精彩的一幕 原来 路易从上官大人那里回来后 便想着来周大人的小楼调查一番 没想到正巧看见自己的小娇妻正在爬狗洞 不知怎地 他玩心大起 飞跃在他的对面 想等着看他精彩的小表情 果然 一切都没有让他失望 我这不是进不来吗 今夏尴尬地笑了笑 杨叔轻功了得 怎么教出一个像你这样的徒弟来 路易看了看今夏 逗弄他道 树叶有专攻 我虽然进攻不好 但是我追踪树了得 今夏看着路易一脸不信任的样子 仰着小脸自信地说道 你倒是自信 夫君教得好 今夏话中有话 哼 我看你别我还自信呢 路易自然听懂他话中的意思 倒也没多言什么 而是静止来到他的身边 将他拥在怀中 抱着他飞入二层小楼内 今夏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立刻抱紧了路易的腰 生怕被摔下去 在空中飞行的感觉 今夏虽然有些害怕 但是却又特别地享受 待平稳落入二层楼后 今夏抬头看了看路易 当然他自己自然是不知道 他的眼神是有多么的深情 路易被他盯得有些情难自禁 只能依靠调侃来缓解自己的小心思 你还要抱着我多久 今夏这才意识到 他一直在紧紧抱着路易的腰 听见路易如此讲 立刻脸红地松开了手 不过 他的那个小心脏呀 却扑通扑通乱跳个不停 他告诉自己 定是刚才飞行 害怕导致的 只是 他又偷瞄了一眼路易的腰 恐怕唯有他自己心中清楚 在那么一刻 他产生了思思邪念 想将路易扑倒在床上 这个想法稍纵即逝 这个想法让今夏恐慌 他怎么会这样想呢 他可是好人家的女孩 他趁着路易不住一时 翘了一下自己的头 今夏呀今夏 你定是这段时间被这个男人所蛊惑了 查 路易和今夏在小楼内找到了制作腌制的工具和配方 今夏不禁摇了摇头 这周大人还真是痴情的人 居然会为了一个女子专门调制腌制 要知道 这种腌制市场上卖也才一两银子 可是若是自己亲自制作 那么至少要十两银子 还真是英雄难过美人观 路易没有多言 只是将剩余的腌制收了起来 今夏又来到周大人的床边 拿出自己特制的万花镜 在床上仔细查看一番 突然 他在床上发现了两根女人的头发 路易 你快过来看 有什么发现吗 这蓝叶姑娘恐怕并非卖一不卖身 今夏将头发在路易的眼前晃了晃 女人的头发 你怎么证明是蓝叶的 那蓝叶的头发略有些偏黄 你看这两根头发 和她的发质一样 虽然头发发黄 但是这样的人多的是 天下哪里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我敢保证 那蓝叶定是偷偷和周大人云语过 看着今夏一副八卦的样子 路易无奈得道 你对这种事情倒是了解的挺多 听着路易说话那语气 看着她那神情 今夏真想暴打她一顿 但是她忍下来了 突然间 一声猫叫 打破了两个人的尴尬 这里怎么会有猫 今夏好奇地来到了小猫咪的身边 开始逗弄起小猫啦 我们下期再见